Good morning and good evening 早上和今晚中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浩 在本期视频里面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 What is marke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at marketers do in the US? 在美国市场营销学什么 以及市场营销毕业的学生有哪些就业和发展的方向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好吧 在国内的市场我不是很了解 我只能说 在美国这个市场营销专业学什么 上什么样的课程 干什么的 以及未来毕业以后职场的 这个有哪些工作可以作为市场营销的学生来做的 这是前两天有一个 两件事吧 第一是我之前前两天录的一个University of Maryland 马里南大学的这个 Master in Digital Marketing 是的 就是电子市场营销的这个硕士的项目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因为在那期视频里面我取得了 我讲了很多的这个市场营销的案例和市场营销干什么的 然后引起了很多人对市场营销的 这个好奇吧 我说好奇害死 害死喵 对吧 好奇 好 没关系 好奇 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 对吧 第二是这个在国内一个平台里面有一个学生留言说 说在美国留在美国工作的话 本科学marketing 学市场营销 好找工作吗 薪资怎么样 就会发展方向怎么样 然后谢谢 对吧 我也不算专家 对吧 我只是对这时间略微有一点点理解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在美国市场营销啊 学哪些课程 毕业以后哪些的这个发展就业的方向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难的话题 就是就是 就是 很多时候啊 我们就说问一个话题 问的太广 其实真的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 你就商科里面四大领域 Accounting, Finance,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会计学 金融学 市场学 管理学 你随便到大家上问一个人 什么是管理学 他估计看着你说是 管理学不就管你吗 就是管好员工吗 其实管理学非常的复杂 这同样的问题 什么是市场学 市场学太大了 市场学 你看美国的商区院 一个Department of Market 一个市场营销的部门里面 有些甚至包含供应链 有些甚至包含运营 有啊 当然有些大学把供应链单拉出来 是一个部门 对吧 但一般大学 把什么供令啊 把什么 什么国际市场营销啊 什么国际商务啊 都算在他们的市场营销的部门里面 市场营销是 可以说是在本科学生 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在本科学生 反正商科里面在本科就两条路嘛 其实两个大的 帮派或者领域那种感觉 一个就是学市场学的这帮人 学市场学这帮人就是搞不明白 什么是数字啊或者金融那些的 要不就是学金融这些人 学金融这些人就是看不起学市场学 反正就 其实不存在谁看不起谁 市场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 专业好吧 不多说废话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市场学都学什么 其实什么是市场学 我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样 我只能说在美国的情况 其实我看看我这边的这个 记了一些笔记啊 其实有些事情你需要有一个 提前一个想好的就是 你对消费者 有没有一个好奇 每个人每天都是消费者 我今天坐在这里 我是这个视频的producer 就是视频的这个制作人 你在看这期视频 你的角色或者你的角色 中文怎么说 你是一个观众 当然这个不用花钱 但你依旧是个消费者 你到电影院里看那样 你需要花钱 你还是观众 你还是消费者 就每个人每天的角色或者角色 他是不算的在进行怎么样 变化了 所以你对这个东西是不是感兴趣 你marketing we call it consumer behaviors 在市场下里面 我把它管 管这种行为叫做客户行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你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感不感兴趣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肯定机在美国基本上半周炸鸡 为什么在中国肯定机有 各种的 也还有范围的一些东西 包括 为什么同样的琴巴克在美国有 在中国也有 对吧 这不同的 包括你看 都是打篮球 为什么NDA在美国在中国等等呢 whatever 就是你对另外一个这本身那个产品包括苹果手机 在美国有卖苹果手机 在中国也有买苹果手机 对吧 你对这些东西敢不敢兴趣 你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是怎么开展的 敢不敢兴趣 这是你问你自己的第2个问题 第3个问题 就是你在每天购物的时候 有没有好奇 这个东西为什么卖这个东西 比如我这个 两年前 我不是一个苹果人 哪有的Apple 不是一个苹果的粉丝 没用过苹果 我是三星的手机 因为在美国没得选 只有苹果三星对吧 虽然三星在国内都快 都快不灵了对吧 那你说这三星手机为什么标价 这三星的NDA9 这当时比苹果好像还贵 这1000多美金 因为ATT是安岳付的 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他卖这1000多美金 比如说 包括 包括你看学市长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 领带的扣 这个领带扣上为什么还有这个公司的logo 公司的标 你对这些东西好奇不好奇 商商商业 无非就是金融和市场 市场就是对身边的万物 他有个好奇的心 而市场觉得他很强的creativity 很强的创新能力 就像刚才说的手机为什么那么多钱 为什么 买一罐牛奶两美金三美金买一罐牛奶 为什么 对车感不感兴趣 车是人类一般是在生活当中除了房地产以外的第2大消费 这个消费的这个这个物件 而且这个消费物件是被可被 5年一个周期可被交替替代化 为什么汽车基本上5年一更新也是这个原理 你对这些东西感不感兴趣 你要感兴趣的话 那好 那市场就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 好吧 我们来说说每个级别 大概市场就都学什么 因为其实在美国本科 到研究生再到PhD 这三个市场营销的学历的级别里面所涉及的领域 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个近接近的 比如在本科里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对客户 的需求 Cosumer needs and demand supply 客户的需求 和企业 和商业给出的供应 是不是感兴趣 你想供需关系吗 就像经济学里面的 我对这苹果手机感兴趣 我想把这个手机 这边就供应 就让人造这个手机 那当这个供应 当这个需求 大家都想买苹果手机的时候 那价格就升高了 对吧 那很简单 是供需关系 那如果大家都不想买 一任三米 都不想买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价格就降低了 相对降低 就供需关系 同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相对竞争的市场 那你说 造手机也不光 光凭我意见对吧还有三星对吧 包括在中国还有华为等等的 对不对 还有市场的竞争的竞争的伙伴 竞争的商业互相竞争的 对这些东西 还是最基础的一个这个对消费者行为的一个 研究 这是本科本科里面 在美国市场上学的一个最 基础的一个理论 第二呢就是Marketing Management 我想必大家在美国读商圈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是一个叫做 叫做一个商科里面的基础行动课程 就是美国商圈的大三的时候 不管你学哪个专业一般大家都会学 比如说Financial Management 金融管理 都会学Marketing Management 市场营销管理 里面就会讲到4P 4P Marketing里面最核心的理念 对吧 Products产品 Place 地点 Price 价格 还有Promotion 营销的方式 这商科里面的 这是市场营销里面的4P OK 这边就是 从管理的角度去交Marketing 比如说包括 这个 Social Media怎么做一个是电子市场营销的这个Marketing 这个市场营销的战略 比如说为什么 你有时候比如说像我对福州F150的皮卡感兴趣 看着看着 过一会儿出现一个 Sharved Cilorado的 这个这个皮卡 这就是Social Media 电子市场营销的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电子市场营销 包括 包括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你在Google 刚搜完这个东西以后 你过一会儿在你的Instagram上也看到了 同样的这个广告 你说他怎么知道 我是同一个人 我这边手机看完了 那边电脑就有 或者那边电脑看完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 现在有些这些 像Google这些公司 甚至比我还了解我是谁呢 我的喜好Google 比我还了解我是谁 有这种感觉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市场 市场研究人员所研究的东西 Multicultural Marketing 多元的多元文化的市场 就像我刚开始给大家举的例子 比如说 可能今天在中国的菜单 跟在美国菜单是不一样的 包括买当劳也不一样 对吧 那为什么买当劳讲究叫 Standarization 全球的统一的 购义的东西 那他怎么不去印度卖牛肉呢 牛肉汉堡呢 对吧 所以说 多元市场 多元国家的市场营销 里面导致的市场营销 市场 需要不同的战略 这也是本科所缺的一个基础 OK 还有就是 Retailing 零售业 比如说大家 在本科 这也是本科学习一个基础 比如说大家去 超市里面 零老板工的东西 对吧 大家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吗 大家知道吗 其实你们在货架上面所看的东西 已经是淘汰了将近82%的 这个失败率是一家公司的 这家非常大的公司 我不能点名字 这家非常大的公司 这家公司主要的 这家公司两个字母 大家知道我应该能猜到的 这家公司每天在研究 新的产品 大的公司都会研究新的产品 但这些新的产品里面 80%研究出来 实际是倒不了市场上的 消费者是在 Marketing survey那个 那个市场营销调查 那个浦调那个过程中 就被 刷掉了 为什么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也是市场营销里面所学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大家 货架有很多层 大家知道不知道你手最容易拿到的那一层 往往是利润成本最高的 因为消费者是懒的 你学市场营销就知道消费者是懒的 他不愿意伸手去勾上面的 他也不想去 蹲下来去勾底下的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 这就是 Retailings 还有就是buyer behavior 刚才说了 buyer's behavior 就是消费者的一些购买的习惯 在营销业里面 包括是汽车 大家在中国 或在美国也从来到里 老说日本车耐用 和日本车的耐用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可能你的爸爸告诉你的 那叫口口相传 这个 在市场营销里面叫word of mouth 口口相传 大概中文 还有可能是GDPOWER GDPOWER第三方测评 给出来的这个 reliability dependability endurability的测试 那个测试里面 保时捷一般都是第一 中国实力 那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不说保时捷耐用呢 think about it 仔细想想 那里面在美国的GDPOWER 那天我看 KIA 起压这个时候 在某个领域里面一直低 为什么在中国市场里面KIA 我基本上看不见呢 包括在美国其实handa 现代的车卖了很多 其实这些都是 消费者的消费的习惯 而作为市场研究者呢 你会 学这个其实也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叫brand management 品牌管理 品牌的形象管理 大家为什么 拿一杯星巴克 很多人在国内 比如说拿一个星巴克 老乡把星巴克标到外面 一种感觉就是 嘿嘿 我喝得起星巴克 我这可是星巴克 我这可不是其他的咖啡 涅子文化 涅子文化是哪来的 这个在市场里面叫什么 叫做brand association 品牌的连单性 好像这个 消费者心里是 潜在的消费者心里是 好像我和这位星巴克 这个标就能代表了 我是一种小康的生活 美国星巴克就是一个街标的随便 满大街的 我在西亚洲生活了4年多 基本走500米 一公里的 一万的就是一个星巴克 之前看过一个案例 星巴克甚至在一个小区里面 四个角度上的咖啡店 也许他不应 他更多的就告诉你说 在这个地方我有绝对的同质的 能力 因为在西亚洲不光是星巴克 还有 西亚洲那个 Coffee 西亚洲Coffee 等等 西亚洲Best Coffee 对吧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就是brand management 品牌观念的能力 我说的全都是在美国市场 我对中国市场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在美国全是十几年商 一直在学的就是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professional selling 销售 比如说大家所看到的在中国方展销售 在美国也是同样道理 他带你去销售 其实他在销售的各种中 大家也许可能说买一个杯子 几块钱几美金 买一个 买一个什么红酒杯 比如说随便拿一个杯子 买一个这个红酒杯 也就是几美金的事 对吧 你可能这个不需要任何人销售 但你要买辆车呢 但你要买一个房子呢 对吧 你比如说3000美金 我可以买一个coco shanard的包 上哪的包 3000美金我还可以买一个二手车 他这时候就会是就会设到什么 professional selling 专业的销售的人 这是在本科里面会学的一个东西 对吧 到了 到了研究生级别 市场学就被进阶了 就教得更难了 更气氛 我们往往看了研究生 从本科到研究生的级别 到了研究生 因为大家看了 大家可能一直关注我的频道 看到我看了几百个大学 几千个项目了 往往 总结出来的规则 就是到了研究生以后 他所教的领域 就更加的细化 更加的深度 因为本科还是一个通识教育 到了研究生里面 比如说就像他会加剧教育的 第一下就是brand manager 品牌管理 这时候就会教你brand strategy 品牌营销战略 大家知道吗 在豪华的SUV市场里面 在美国市场里面 客户在豪华SUV市场里面的 比如说我第一辆车 举个例子 比如说随便举例子 比如第一辆车买的wallwall wallwall的豪华的SUV 在美国 说的都在美国上 中国市场不涉及的 我买这辆车 但是这个调查就是说 如果我随便举例子 全是这个下边的品牌 教育教育为目的 好吧 如果我再买了这个品牌 然后再去买第2辆豪华车的时候 比如5年10年以后想换车了 客户只有不到5%的概率 会重新再买这个豪华品牌 这个就很神奇啊 那你说那为什么 你说 特优达丰田 客户往往是买了一辆又买一辆 过几年还买一辆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到了豪华品牌就不一样了 Cosumer perception 客户的认知度是不一样了 这也是在研究这叫品牌营销战略 大家会发现在美国修车的时候 我原来最早些年先开 我开那个 Volkswagen 大众 我去修车我去大众4S店 我每次去大众4S店 他那个代曝车 国内可能不给代曝车 我不了解 我说都是美国市场好吧 你去开Volkswagen去修车 然后每次去那个 修车店的时候 比达给我一张 奥迪亚斯坦 那Volkswagen有奥迪是异价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奥迪亚斯坦 这你想想 对你们的品牌的营销战略对吧 所以你作为消费者 你每天每一步 其实都是被市场营销的人所 计算的和被推广了 所以这是学 因为学习市场营销的这个 我觉得最好跟大家说就是这个 是学生的不是照本宣科 而是给大家举些例子 大家能跟这些例子能能反反射回来 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对吧 这研究中觉得还有研究 还有研究就是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市场 国际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当你研究完本地市场以后 当你开过全球市场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很多汽车在中国为什么要国产 这是一点吧 那你说市场营销里面国产就会很多 比如说很多的国际战略 给出给你 给你授权那里产 比如Join Dancer 就是一半 对吧 一半的资产所控制的 所以这边就是国际市场营销 那你说就别说中国了 美国和欧洲市场 营销方式都不一样 星巴克在美国是一个样子 星巴克在欧洲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吧 为什么我老讲星巴克举例子 因为星巴克是市场营销里面 他的COSUMER 这就是CRM的COSUMER 是做的最好的 就Loyalty 客户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 只有哈佛的新案例都会讲到这些 还有就是到研究中其实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市场营销所学的课程叫做数据化市场营销里面的东西 叫Data Analytics 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到研究生级别 会有Marketing Analytics 就像我刚刚说的 Mandita大学之前给大家录的那个 那个硕士的那个概念 那个项目 把数据的概念引入市场营销里面 市场营销的行为变成可数据化了 比如说 之前给大家举例子 一个包园公司给你一个表 之前我工作一个包园公司给你一个电子的表 这个表会记录你每天走了多少步 那包园公司记录你走多少步有什么用呢 数据化多少步数据吧 为什么 那是不是经常观念的人 就有可能从科学角度来说更容易活的时间长一点 像我这个吃的 哇这个肚子 可能也许就活不长对吧 但是概率学对吧 这里面就设计Statistical Analysis Probabilities 概率学和统计学 这就是市场营销 所以那你说这些怎么涉及到市场营销呢 那我再给你卖你 人寿 Life insurance 的时候 就是寿命保险的时候 是不是中文说叫人寿 寿命保险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涉及到了 我到底应该卖你贵一点 你如果你早死 肯定卖你贵一点 你如果活得长一点 卖你便宜一点 或者也不可能你的运动的次数多少 经常运动人是不是就是更不容易 就是likelyhood 就是概率上来说 经常运动人可能得病的概率就低一点 那是不是就把数据应用在市场 市场应用在 Enderwriting 到底给你多少钱 包括这里面就是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里面 Extra Science里面 精算学也涉及到这个领域 对不对 我给你说一些例子理解了吧 数据在市场营销里面 包括 包括高速旁边大家在美国开个开车 高速旁边会有那些广告牌 那你看到那个广告牌 你多少车从底也经过 可以被统计出来吧 但是很难的是 多少是眼睛 实际看到的广告牌 现在市场营销有很多的新的创新 比如他有专门是跟踪你眼球运动的 高科技现在 强度不得了 所以我说嘛 Google也许比我还了解我自己 到了 博士或者研究生的 最终的 最难的几个 市场营销的理念里面 第一个叫做量化的市场营销 在Quantation Area Marking 其实就是 建立数据分析的模型和量化市场营销的数据 这个就是非常难了 这个叫市场营销 本来大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直观上来说 在美国却市场营销是个晚性的专业 叫做软科学嘛 因为金融学可能更加偏向于金融和快语 数据化量化更加的硬性科学 市场营销也许是在本科和研究生 研究初级研究生 或者有些弱眼项目的研究生可能是更多的 偏向于Cosumer Behaviour 就客户行为学比如软性科学 其实市场营销里面还会学psychology心理学 就真的会研究客户心理 但是真的到高进阶和难一点的课程我们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量化的这种市场营销的数据的模型的分析 还有就是Cosumer Behaviour Research Cosumer Behaviour 客户行为学 客户的行为学性格学是一方面 但是到了研究到了调研就是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他会设计到市场营销里面一个产品到大街上 最最简单的最大所接触到这种 比如说走大街上就会让你试吃 有些让你去怎么样给一些反馈 包括一些做monkey survey等等的 等你到了也到了这种高级的级别里面就会设计 比如说 心理学家结合市场学家就会设计到一些 调研的小组然后跟踪你进行调研 包括一个品牌 你 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我在C4买了一个星巴克的这一道的咖啡 一种粉的咖啡 我今天可能在家里买了或者办公室买了这一道咖啡 对吧 那我还有 你买咖啡基本上买垄断了 你就不会再去买 现主的咖啡吗 并不是 你看我买了一道咖啡 我在家里面这种咖啡粉 我依旧还会办公室对面的小巴 就是在C4里面了 去买咖啡 那你这个概率是多少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marketing 的东西 OK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decision making 的behaviors 就客户做决策 因为在市场营销里面说consumer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emotions engagement 客户因为情绪所带动了 做出 做出这个决策 那比如什么意思 你看男生说车 我问哪辆车举例子呢 因为车在市场营销里面 是基本上可以说数一数研究的领域 因为第一 车的价值很高 第二车会变 对吧 第三车非常复杂 车的信息 有些人说懂车 我懂我很懂车 啊 你不懂 你不可能懂 你懂车只是说你知道车的排量 一辆车的研究是研究的这些 你能真正做到这里说 这发动机的功率是多少 具体数值来 你不懂车吗 发动机的具体功率数值 你不要只说排量3.7什么3.5 2.5的 你说说他工作原理 你说他每秒公进气的多少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每秒排碳多少 你做不到 这里面用的 比如说都说是 碳纤维 那你跟我说说碳纤维 具体里面 用的哪些化学因素和成分 你说不到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市场一下 你们叫做consumer knowledge limited 客户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 因为这叫数学有装工 有些人说 这个什么我也不懂车 但有些人说 这个什么什么轴承很好 你跟我说这个轴承 用了什么科学原理在里面 你做不到 因为你不是科学家 你不是工程学家 你如果是科学家的话 你那比如说 在问你 那工程学里面还帮我很多 比如喷漆 你说这7号 这7你们用了什么化学因素 反光率是多少 你说你做不到的 你这叫懂车吗 所以那也就是说 懂车这是我们一个虚向的概念 更多的是 因为市场人研究的人员会研究 Cosumer的一个 购买汽车的一个行为学 比如说男性会购买 比如说这车动力好 或者怎么样 你看女性的消费者到汽车那 就是啊这个颜色我喜欢 哇这个设计好性感 这个设计很漂亮 那也许家里一辆车 大家想想买在美国买皮卡的消费者是 男性还是女性偏多 男性偏多 那所以你看美国的包括F150和 Service Colorado 造不如有蒙有蒋 那比如说 甲科成造了科科 对吧 他针对了消费者 购买的人权不一样 这个我们叫做demographical information 根据 根据这个不同的消费的领域和消费的地点和消费人权是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市场学所研究的领域 那么 通过我刚跟大家说这些课程 从本科到研究生 再到PhD博士研究着市场学的不同的领域 大家能理解到和包括给了这么多随口来了 是可能刚才从中到尾说了有十几个案例了吧 这些都是我 其实市场运较最多就是以案例为主导进行学 就是我在MBA里面所看到的一些case随口就来了 那么 如果大家现在了解的也就能够影射到自己未来 什么样的工作了吗 你还没影射到我可以告诉你 比如说品牌的营销的经理 比如说包括advertising广告的 你可以去4A的广告的公司等等的 包括social media包括电子营销的marketing 助理经理等等的whatever 只是在你的某一个学科顶以后没加这个经理的词 其实做的事情就是我刚跟大家说的 比如说你会做市场调研 你会做online的网络的 一些东西包括现在还有digitalmarketing 还有SEO就是search Entry Optimization 就优化电话 比如说大家为什么搜索出来它的排位 它竞价排位包括点击率等等的 叫cost per clip CCP CPC cost per clip 每点一下你这种公司要付多少钱 那个search engine 搜索已经要花多少钱 这些都是市场也叫digitalmarketing所涉及的 你要说这个工作讲这么多了 讲20多分钟了好吧 你要说是经验分享 包括这个也是对这个 对这个看了这么多项目的大学是怎么教的一些方向 你要说这个市场营销在美国好找工作吗 我觉得吧市场营销里面 其实涉及到 量化的首先分几个领域 第一是量化的叫digitalmarketing 就是量化的 市场营销里面涉及到 STM的专业 就来说相对好找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是 Internationalmarketing 国际的市场 因为国际市场 你不过在美国 它是希望能开国中国 他们希望能从中国进行采扣 对吧希望开过中国 市场开过 那在美国我们都知道99% 在美国99%的市场 在美国以外的市场 全球市场非常大 你在你如果 包括你以后回国在国内 对吧你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 大部分国际上是希望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国内 进行工作 你在国内的话 你了解美国市场 你了解美国这个整个的整个商业的环境 Business environment 包括你对商业有利于这种敏感度 叫business acumen 你了解了以后 你在国内 是工作的话 你可以帮助国内公司开过 全球市场 而且这现在政策包括整个的风筝都是对的 比如一带一路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 美国的企业要跟中国合作 所以International Morgan 国际市场里面 也是需要大量的人才的 对不对 我希望呢 花了25分钟的时间 简单的跟大家说清楚了 这个市场营销的 是怎么样的 也许我觉得简单 也许对于你来说可能信息上有点大 其实 不要 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过来的人永远觉得是很难的 但是没有学的人永远觉得对新其未 这种东西是一种好奇的 我鼓励你 来了解市场营销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专业 我相信你会在美国留学过程中 如果你学市场营销会学到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就做一句开微笑的话来结束今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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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我们老说学市场营销的人呢 会 产生一种新的世界观 就是我是一个消费者的世界观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时候就是 我说个人经历吧 因为我学习MBA也不是学市场营销 但是 有时候比如说打电话去给该口买保险的时候 他们就会拼了命的销售你 然后你学市场营销的人 你在电话这时候你会知道 这都是销售技巧 比如说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你都心里就知道他在干什么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好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专业 我希望回答你的问题了 我也鼓励你在美国学习 本科的市场营销 和研究生的市场营销 我永远鼓励学习 我永远鼓励大家 取取新的知识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